所有霸函投票日越来越靠近 绿磨刀霍霍 外界也关注 行政院的副院长陈其迈 他会不会回高雄来参加市长补选呢 虽然刚当选的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赵天龄 已经公开的表达支持 但陈其迈本人继续用言之过早来回应 不过近期他两度公开推广高雄的农产品 而上个星期大雨侵袭高雄 陈其迈也前往勘灾 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柯志恩在脸书就破红很酸 陈其迈的行为像是正宫还没有被修掉 就迫不及待的要进门 谈起是否参加高雄市长补选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依旧用言之过早来回应 不过24号才刚刚当选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的立委赵天龄 却表态力挺陈其迈认为他是最佳人选 很多次表达了我认为陈其迈是很适合的人选 我现在是行政院的副院长我的工作 那这个是我现在正在努力 要不要回高雄补选还是没松口 不过上星期大雨清洗高雄 陈其迈也安排行程回高雄视察 更良度公开推广高雄农产 让国民党副秘书长柯志恩忍不住在脸书发文 先是称赞高雄市府排水亲书的努力有目共睹 但话锋一转又呛陈其迈到高雄视察的行为 就像他在看的家庭伦理剧 原配还没被修掉 小三迫不及待要上位 我觉得我认识的柯志恩好像不是这样 会讲这种话的人 我是有一点不解说他怎么会讲出这种话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很难自信 像这一次淹水 全台湾190几处的淹水 高雄就占了120几个地方 这个就本来我应该做的 更何况高雄是我的故乡 陈其迈话到嘴边 不忘惦记高雄 台面上一举一动 都是副隔魁的职权 有心人不需多做文章 九位上六位陈台北聪明报道 有心人不正前 cigarette 有心人让你回来 并行人呀